歡迎光臨地出散很多農作物 包括北港町最大宗的大島町町 透過農牛宿 山瀟農曆 國三十牛行銷價位 幫助在地農民出散農產品的山瀟農曆 加強加工以及行銷 今天在北港町基盤 港雲記者會 當時來表擁結出的農民 希望透過外島和登記配合 可以幫助電腹農散 推銷到近桌的地方 警察會股定表演 為何年流勒開場 北港町農會配合農牛宿來基盤港雲記者會 為在地租金的大島做提供到行銷 這個大豆黑洞 在我們北港這個區塊 其實種植面積以前是很少 就到這幾年 我們產校班 再配合中部這樣在種植下 那個面積有逐漸推廣 面積有逐漸扣大 當然喔 我們在辦這個外島 我們就是讓農民和產銷的那種共識 來結合在一起 讓我們讓台灣的國產雜糧自主力能提高 加工行銷是農民上六點的地方 打過中央電話公報問人手 來幫助農民推銷在地後農散 是農牛宿農會最重要的一人 其實農民有這個能力 有這個水準 那就是在行銷端末端的話 真的很需要 我們做政府下來做一個結合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政府現在在推動我們的大糧倉政策 就是希望能夠引導目前大概很多 種稻的面積能夠轉型來種這個雜糧 那雜糧種類也很多 那今天在這個場合是由我們中都合作社 在我們北港農會透過我們農會這邊來協助 而且我們兩大社非常用心 把農民交集起來做一個契作的關係 我想我們很多進口的這些雜糧 做在我們一般的日常生活中 那是我們推動在地的 尤其是有產銷履歷的 踏過三小路裡 可以了解各種農產的行鑽來玩到過程 讓社會者吃得安心 當然是包管農民的進走 為主公報問是這幾個來協助農民出第三小路裡 因為我們的農民來種田外的時候 有很多很多的好處 第一 產銷履歷可以拿到補助 第二 集團生產又可以拿到補助 第三 雜糧的轉舊又可以拿到補助 光是農委會的補助 我把它算算起來就對了 一家都將近要多十萬塊 我們農民都很認真 都進了很好的東西 所以我們把這些手術都吹來 現在全人 在全人一千幾天 我們都有豆花和豆花 所以大家都可以 全人可以買到我們的 好的在地的豆子做的豆餐品 本年是農業六個鄉 踏過三小路裡的認真 跟各種行銷提供 希望很多人來支持在地安心 米味的好農產 記者 鄭怡婷 蔡芳博德 我也是